看一下MRC对阵猪雀的第一局上半场 这把的话 军工场冒险家 其实我觉得东玄 掏一手女巫也未尝不可 最终还是选择打割剧的话呢 那MRC的战术 至少是BP上面的战术是成功的 就是利用冒险家这个点 来打割剧 你抓我你有可能找不到我 你不抓我 我这边修机子补机子 都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然后冒险家还能带有手薄命 偷偷的过来救人 不要太美 可以用美滋滋三个字来形容了 这一把期待一手吧 我觉得这个冒险家 可能会成为一个 宝屏或者宝衣的一个点 因为小滴老师的冒险家 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东玄估计不会去针对这个冒险家打 就放你冒险家了 对吧 你爱修修爱干嘛干嘛 反正我也不来找你 后面自然而然你会过来救人 我先抓你的队友 靠操作正面击倒吗 过来找的是奶奶 奶奶第一颗球 直接跳跳走 这个窗口压住了 选择直接绕一圈 这个点的话 没有先知的支持 其实杂技 面对一个 就是在冲刺阶段没有任何卡顿的格局 30秒差不多一刀 30秒差不多一刀 后续的话就是你牵制的好 我就要闪现 你牵制的不好 我这边省下一个闪现 大概是一分钟左右的击倒 整体上面来讲 好 这边的话是一个不到50秒的击倒 并且这里的一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 东旋因为可以顶过去 看看能不能干扰一下外围 球者这把的话 薄命是在飞行家和野人身上面 冒人家这把的 还是没有带薄命 带了一个飞轮 这个杂技其实 怎么说呢 你说他溜的有问题吗 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东旋这边给到的一个压迫太强了 导致杂技这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操作性 你想转你根本转不了 他一波跟的太快 但你说东旋已经赢了吗 还不好说 毕竟有个冒人家存在 先密码机的话 我们看人是过半了 并没有选择卡半救 应该是觉得倒的太快了 机子不够 两波不命套 万一中间 而且大家知道 对吧 我经常给大家讲到 这个时候装逼的时间到了 什么呢 就是如果野人胆敢来救人 注意啊 这个野人胆敢来救人 东旋会干嘛 追双倒 为什么他会追双倒 因为他手里没有闪现 注意这一刀 我们看一下东旋 看了一眼 这没有追双倒 因为他手里有闪现 其实他去追个双倒 把这野人抬了以后 然后 因为你现在击倒杂技了嘛 薄命结束了 这杂技对吧 还没倒呢 你要等薄命结束才行 对吧 你可以先过去 把这个野人给打了 然后回升过来 交闪现 把这杂技抬了 挂飞 再回头去找野人 或者说比野人交自己 都是不错的 因为这个节奏快啊 当然可能也是因为节奏快啊 他前期的话 这边挂飞一个人才两台半 加上冒家的输业也就三台 他觉得应该是中间有足够多的时间 配合这个闪现去秒一个人 然后形成一轮新的上挂 也可以 只是平常来说呢 对吧 我的大数据包括之前 对不对 前天的比赛 直接闪现一刀 东旋是不是追双岛的嘛 这边野人上猪 我们来想一想 这密码机够不够 因为你要考虑的是 第一有冒影家 冒影家有输液 第二呢 有飞影家 飞影家有薄命 所以说现在这边 你追野人 你需要花了一轮时间 可能外面的密码机 要修掉将近四台 如果说你选择不追野人 你要重新起节奏 手里面没有闪现 这个机导要多少时间 不确定 选择追野人 这边是拉开以后 等你下猪过来将其机导 这样的话 飞行家的机子 是修了20 加一本输液 不到四台 不到四台 飞行家这边应该是要过来救人了 这波的话要套拨命的 加上猫眼家的输液百分百 嗯 机子还差一点 但是如果说这波救人 不出双岛 其实还行 还有三人开门战的可能性 这边直接开一波大 喷过来 外围打一刀 距离上面来讲的话 人是能救下来 但是这波东旋 总要追双岛了吧 打一刀 好的 打到飞行家 可以 野人上猪 那这样的话 形成一波 双岛呢 我们来算是看猫眼家 他这边手里面百分百的输液 补掉 好像还差好多啊 这个野人撑不太牢了 哦 东旋这边是选择 先把飞行家挂上 然后去压这边的野人 也可以 因为你野人这边骑着猪 但是你时间上面是一定的嘛 对吧 我先把这个人挂上 等到你租下了以后 我这边过来排到你 你密码机压不好的 这密码机是肯定压不好的 这吧 感觉 直接选择传送过来 找这边的 小迪老师 哎 这手传送 这手传送是 一个眼花了 看错了吗 哎 这波传送有点问题啊 这波传送小迪老师 这边的密码机 输液一补39差的不多了 飞轮 哎呀 这个飞轮是什么情况 再回头 再回头的话 这输液加上只差了百分之几的机子 赶过来 野人 这边骑猪拖 三人开门战了 应该是一个三人开门战了 飞行家是没有带 大心脏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冒眼家 摸上机子 还是刚才那手传送吧 密码机点亮 两个人拉开 飞行家有喷射背包 先追野人吧 管飞行家 一刀 哎呦 这喷射背包 放了个屁 噗一下就倒了 我就看到那份新背包 喷了一口气 噗一下就没了 东旋间的手里面 关键他没有传啊 小迪老师这边蹲 想一想啊 现在如果说小迪老师要走的话 野人得开 穷者现在一定是开两边门啊 野人一定是开小门 这里的话小迪老师狗住 我们知道了 我这样给大家讲 对吧 六你可能有上线 但是狗这个时候就不好说了 更加说 还更加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反而对于东旋来讲 他会更着急一点 那么着急的情况下想要找到 这个人 有足迹吗 有足迹吗 马上耳鸣都没了 耳鸣都没了 耳鸣都没了 那边跳地窖了 哇塞 这把你看 最终还是小迪老师的冒影家 虽然说刚才菲伦是破了一下 但是这把的这个冒影家 还是打出他该有的效果